我说过 你不健全 滚 你说真的 好 那我走 我都说了不打了 你还偏要跟我打 我们兄弟一场好好相处 不行吗 再说了 我对你又没错坏心 你干嘛弄我当坏人 我们坐下来聊吧 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还有一点体面 大哥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我都没有下重手 你看你给我打的 成什么样子 我可是你弟弟啊 大哥 废话真多 是 莫先生 打完了 见笑了 看来没聊明白 到里面接着去聊吧 还有一点吃的 莫先生 我们快饿死了 你们两个加起来 好几百岁的人了 这么不稳重 添麻烦了 麻烦倒是不麻烦 就是 你们打碎的东西 我得赔钱 来吧 你这儿有点 你要抽雪茄吗 我去给你买啊 不用了 你说说吧 你是怎么来的 我 不是我妈生的 那年 沈家人要放火烧死我们母子 是因为什么 你还记得吗 因为你母亲也得了我这种病 孩子是我不的 放了我的孩子 我要杀了你们 你别一直要大哥 大哥一直在保护我们 他从来没有让过我们 不要说大哥好不好 你啊 你啊 你想救他 想 他若不能活 就是天意 若能活 就是你要留给你的怒铺 记住了吗 那是什么 从你脖子上剪下来 治疗我伤口的东西 我不太清楚 从出生起 我娘就让我一直带着她 或许你能活 是那个东西起了点作用 看来这就是莫先生所说的血魄石 可是他不见了 那东西现在在哪 没有在我们身上 我和我母亲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很重要吗 对我重要 我并不想得这种怪病 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我根本就不稀罕什么不老不死 而且和你相比 你应该清楚我们之间的区别 可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东西在哪里 我那时候才五岁 只记得我想要救你 所以我母亲才用在你身上了 其他的我也记不清了 那你母亲呢 现在在哪儿 她离开沈家后 日渐衰弱 喝鞋也没有用 最后人就没了 我母亲死的时候 我还很小 她曾经跟我说过 你是她留给我的 虽然不知道你能不能活 但是后来 我知道你还活着的时候 我真的很开心 我留给你 做什么 做奴仆吗 你别生气 我刚刚都道过歉了 我一直把你当做大哥 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奴仆过 而且现在是文明时代 人人平等 谁也不能奴役谁是不是 这个道理我都懂 我读过大学的 你们母子是从哪儿来的自信 认为我会心甘情愿地 当你的奴仆 你要深究我母亲的逻辑吗 当然是因为你有求于我呀 我有求于你 这些年不是你一直在依附于我 是吗 是吗 大哥 我给你力量 让你长生 你负责供养我保护 我们互惠互利合作愉快 不好吗 司徒威廉 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 但你辜负了我的信任 我们的友谊到此为止 如果你一定要说 我们的关系是所谓的合作关系 好 我告诉你 合作结束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离不开我 你需要我 而且会越来越需要 我说过 你不健全 滚 你说真的 好 那我走 你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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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肯